大家好,我是阿里云智能研发工程师潘胜伟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使用阿里巴巴阿尔萨斯诊断Tomcat的应用 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是阿里巴巴开源的Java诊断工具 它深受开发者的喜爱 当我们遇到以下类似的问题要束手无策的时候 阿尔萨斯或许可以帮助到我们来解决 当我们不知道这个类是从哪个架包里面加载的 或者说我们遇到各种类相关的异常 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代码并没有被执行到 当我们开始怀疑是我们没有comment 还是说我们的分支搞错了 像以上这些关于类以及方法冲突 class文件classload的继承等问题的时候 阿尔萨斯提供了一下命令来解决 sc命令它可以查看JVM已加载的类的信息 sm命令可以查看已加载的类的方法的信息 dump命令可以dump已加载类的bitcode到特定的目录 jd命令可以反编译指定的已加载的类的圆码 classload命令可以查看classload的继承数 UIS以及类加载等信息 同时阿尔萨斯提供了强大的线上诊断能力 当我们在线上遇到问题 并且没有办法debug 难道我们只有通过加日制再重新发布应用吗 或者说当我们线上遇到某个客户的数据处理有问题 但是线上同样没有办法debug 线下也没有办法复线的时候 这时候阿尔萨斯提供了 查看方法执行参数 异常返回值调用路径等能力 monitor命令 是方法执行的一个监控 watch命令可以对方法执行的数据进行观测 trace命令可以对方法内部调用的路径进行观测 并且输出方法路径上的每个节点的耗时 stack命令可以输出当前方法被调用的一个调用路径 tt命令是方法执行数据的一个时空隧道 它可以记录下指定方法每次调用的入餐和返回信息 并且能对这些不同的时间下的调用进行观测 当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以上这些命令都是通过自解码增强的技术来实现的 它会在指定的类的方法中插入一些签面 来实现数据的统计和观测 因此在线上愈发使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尽量的明确需要被观测的类 以及方法以及相关的条件 同时阿尔萨斯提供了全局视角分析问题的能力 当我们需要一个全局视角来查看应用的一个运行状况 或者说我们需要有方法来监控JVM的实时运行状况 或者说当我们的应用遇到性能瓶颈 我们该如何快速的定位应用的热点 生成火焰图 当我们需要在JVM内查找某个类的实例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快速了解系统以及应用的运行状况 阿尔萨斯提供了以下这些命令 Dashboard的命令 它可以实时的打印出当前系统的一个实时数据面板 Thread的命令可以查看当前JVM的一个线程对战的信息 JVM命令可以查看当前JVM的信息 Profile命令可以生成应用的一个CPU的火焰图 像右图这样的一个CPU火焰图 VM2的命令可以从JVM里面查找对象 同时执行FORCE GC 下面会简单介绍一下阿尔萨斯的原理 在不重启服务的情况下 Attach到对应的JVM进程 并且获取到方法的运行时的参数 以及返回值等信息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一句话来回答就是说 它修改了原来的字节码 通过JVM Attach机制动态的增强目标类 从而实现动态的一个线上诊断能力 右图是一个简单的架构 当我们启动我们的阿尔萨斯进程的时候 它会通过JVM Attach机制挂载到对应的 Java进程中 同时会加载我们的agent 然后当我们要执行watch或者trace这些命令的时候 阿尔萨斯会先找到一个目标类 然后通过classfail transformer的一个机制 将我们需要的一些签面增强到原来的类上 然后从而获取一些像watch以及trace等方法执行的一些信息 当我们需要获取JVM的信息 以及threader等信息的时候 阿尔萨斯是通过managementfactory的一个机制来获取的 然后下面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阿尔萨斯来分析我们的tomcat的应用的相关问题 首先会简单 我简单的讲一下 tomcat的server是如何处理一个hp请求的 我们看右图 当我们前端发起一个hp请求的时候 tomcat的一个connector组件 它会建立一个hp连接 同时会将请求传入到我们的tomcat的容器中 同时 当我们的serverlet容器收到对应的请求 一层层传递下去 当我们的最后是由我们的serverlet来处理我们的请求 当他处理完我们的请求之后 他会生成一个response 然后沿原路返回 同时会还给前端 整个tomcat的server处理一个hp请求的流程 其实可以抽象为右下图 右下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request经过我们的 经过我们的serverlet的filter的处理 filter链的处理 然后最后到我们的serverlet容器 当我们serverlet处理完之后 生成一个response 然后同样通过我们的filter链 然后最后传递给 传递还给前端 然后到我们抽象成右下角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时候 通过阿萨斯来分析tomcat的问题的思路也就浮出了水面 首先我们的业务都实现了severlet的一个接口 我们可以通过抓severlet的一个相关的请求来排长相关的问题 比如像trace加油差点serverlet点serverlet这个类的所有方法 然后并且可能方法会可能这个路径会比较多 我们可以将它打印到文件中来排查 那如果请求没有到serverlet我们可以想是不是前置的filter链进行了拦截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trace加油差点serverlet点filter的所有方法来排查相关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vm-tool命令我们可以直接查找出所有的一个filter跟serverlet的对象来加速 加速我们定位问题的一个过程 然后下面我会以一个简单的一个tomcat的demo来演示整个流程 然后首先这个tomcat的demo它绑定的是一个18081的端口 然后通过一个user接口 然后需要传入的参数是userid 然后它映射到的实现类其实是我们的usercontroller的一个翻的username 然后下面这就是这个方法的一个圆码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当userid小于1的 当我们的一个userid小于1的时候 其实它会抛出一个参数不合法的一个异常 然后同时它会通过我们的userid去找对应的user 然后当它找到这个user对象的话 它会输出它会返回我们的username 当它没找到的时候 它会抛出一个运行时的异常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demo来看一下 现在已经连上了 我们可以直接试一下 user接口然后传入userid这个参数 当它等于1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它又返回小名 当userid等于0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抛一个异常 我们可以再用userid等于2的话 它会返回小强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tomcat的demo 我接下来会以这个demo来演示相关的能力 然后首先我们需要启动 并且挂载我们的阿尔萨斯到对应的一个加卧进程中 那我们首先需要下载阿尔萨斯-boot点价 然后通过加卧刚加的方式来启动 我们先下载对应的一个阿尔萨斯-boot点价 然后通过加卧刚加的方式来启动 我们选择对目标的一个tomcat进程 然后挂载上去 当我们看到这个阿尔萨斯的一个图标的时候 说明我们的阿尔萨斯已经正确的挂载到了我们tomcat的进程中 即时反编译可以获得像目标类的一个信类的一个圆码 我们可以试一下 可以获取目标的一个业务类的一个相关的信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阿尔萨斯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一个table键自动补权的一个能力 好我们通过这个命令器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usercontroller的一个圆码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拖替上的一个log filter 我们通过一个绝对 其实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圆码的实现 然后当我们的tomcat的线上服务抛出异常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获取调用的一个参数 然后在demo里面我们其实是访问一个当userid等于0的时候 usercontroller就会抛出一个异常 因为userid不合法 然后我们阿尔萨斯执行如上的命令再次访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watch命令把参数和异常都打印出来 我下面来演示一下 然后当我们再试一下当我们userid等于0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场抛出一强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内部发生什么 然后我们通过userid等于 这边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我们的参数不合法 感觉逗好 我们再试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阿尔萨斯抓到了 观测到的方法是usercontroller的点范的user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传入的一个参数userid是0 然后它抛出异常是参数不合法 userid不合法 userid等于0 其实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watch命令 就可以抓取一个线上的一个 当线上服务抛出异常的时候 我们可以抓取异常 也可以抓取参数的信息 怎样调试Tomcat的服务 在本地开发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热部署工具 直接改代码 不需要重启应用 但是在线上环境 有没有办法直接动态的调试代码 比如增加一些日志 在阿尔萨斯里面 在阿尔萨斯里面 可以通过redefine命令 来达到一个线上应用不重启 动态更新代码的一个效果 比如像我们修改usercontroller 用system.out打印出具体user对象来 像下图这样 那我们可以本地改完代码 找到圆码 然后加一行sext.out 然后当加完后 我们可以本地编译 然后把对应的一个usercontroller.class 传到线上服务器 然后通过redefine命令来热更新对应的代码 那当我们如果本地是没有一个圆码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利用jad命令 加redefine来实现一个动态调试 下面会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提示 可以看到sauce only 它有个sauce only选项 只输出对应的一个原代码 就是controller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到零食目录下面 嗯 好难以下 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通过反编译的圆码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对应的 我们拿到圆码之后找到对应的一个地方 我们加入我们的system.out 然后保存 然后当我们现在线上有修改完usercontroller.java之后 我们需要先需要编译 先需要编译 编译完之后再通过redefine命令把它入更新到对应的应用中 我们试一下 阿尔萨斯提供了一个mc命令 可以看一下怎么用 它需要编译 可以指定class load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class load usercontroller 可以看到它通过sc-d命令可以查看这个类的一个详细的信息 我们可以找到这 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类架载器 我们在mc-c зад c rig 然后在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目标文件的一个类 java java 然后把它编译成 可以看到通过这个类加载器把这个usercontroller 编译成usercontroller.cast 然后我们再通过redefine 我们的cast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已经编译成功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我们来试一下 同样是调用user接口 usid等于1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 其实是已经实现了 就是说刚才增加csmart的一个作用 可以在应用的控制台里面 可以看到可以直接打印出user信息来 比如当我们user等于2 他这边其实打印出于这个user对象来 userid等于user name的小强 对 通过redefine命令 我们无需重启应用 就可以实现一个 线上的一个tomcat服务的一个 动态调试的一个能力 然后当我们在排查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查看更多的信息 如果我们可以动动态的把log 把日制的一个级别修改为debug 可能就会会有非常的帮助 然后所以说我们如何在通过 阿尔萨斯来动态的修改 tomcat的应用的一个日制级别呢 阿尔萨斯有提供一个ogml 他可以动态的执行任意的代码 来修改我们的一个应用的log级别 下面会简单的演示一下 同样起到我们的阿尔萨斯掛材的目标进程中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log filter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通过log filter来打印的log对象来打印一些情况的 然后我们是否可以修改这个log对象的一个日制级别 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通过要获取到这个对象 然后通过他的setlevel方法来修改他的一个日制级别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log的类的信息 可以看到它是这样 这个类加载器加载的 然后我们再通过 通过这个log 点getlog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类名类名来获取 当然也可以通过类的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类加载器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指定类加载器 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获取到这个log啊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通过 ognl可以拿到 通过ognl可以拿到这个log filter里面的这个log对象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 拿到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再试一下getloglevel getloglevel 可能getlevel再看一下 可以看到他这个level级别其实是一个no 我们就通过setlevel 我同时level的话应该是 同时level的话应该是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debug 好我们再getlevel再获取一下level 然后同时拿一下他的一个信息 我们tostim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通过ognl拿到这个log对象 然后通过他的setlevel 注入一个log这样的一个级别 然后我们再通过getlevel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 把日志级别修改为debug一个日志 日志级别 当然当我们修改为debug之后 我们可以排查完排查完问题之后 然后我们再通过setlevel把这个日志级别再改回来 然后刚才就演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通过阿尔萨斯来动态的修改 tomcat的应用的一个日志级别 同时是无需重启我们tomcat的应用的 我接下来再演示一下 讲一下如何减少测试同学重复发请求的麻烦 在我们平时开发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测试同学来发请求过来连条 但是当我们在debug的时候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对应的请求跳过去 那我们要继续在排查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 又需要麻烦相关同学重复的发相关的请求 来让我们继续debug 然后当然如何减少这个麻烦呢 阿尔萨斯里面提供了tt命令 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麻烦 可以直接重放请求 首先它是需要通过tt-t命令来捕捉请求 然后再通过tt-play命令来重放请求 下面会简单的演示一下 我们同样通过tt-t抓我们的 来我们现在再试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当请求一次的时候 他就抓到了一个请求同时他的下标是 下标是1000 那我们再继续当userid为1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又抓到一条下标为1001的 当我们userid为2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请求三次 然后tt-t命令已经抓到了三条请求 那我们下面通过tt-play来回放一下 可以看到回放的是当下标为1000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抓的第一个请求 他的参数为userid为0 然后同时他是抛出了一场一场类型 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我们再回放一下 第二个请求下标是1002 可以看到他传入的参数userid是1 然后返回指示小名 那我们再继续演示第三个请求 然后通过下标1002来回放 可以看到他的路3是2 然后他的一个返回指示小强 那我们通过tt命令这样的一个时空隧道 我们就可以把请求录制下 请求捕捉下来 然后再通过tt-play 来回放重放我们的请求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减少 就是说在测试连条中的一个 需要重复发请求的一个麻烦 那当我们tomcat在应用在运行过程中 我们可以如何看到他运行时是有哪些filter 同时每每个filter的耗 相关的filter耗时是多少 我们该如何拍 如何来看 然后阿尔萨斯提供了vm2命令跟trace 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 tomcat运行中会加载很多的filter 然后一个请求会经过哪些filter处理 然后每个filter里面的耗时又是多少 我下面讲会简单的演示一下相关的 我们可以先通过vm2命令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那个tomcat应用 当前的tomcat进程中有多少个 决vm进程中有多少个filter对象 filter实例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有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有 有这么多个filter对象里面有 有这么多个filter对象里面有 有我们自己家的logfilter以及userfilter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 这是wsfilter 这个webmvcmetricsfilter 可以看到就是说通过一行简单的vm2命 就可以抓到当前全vm中有哪些filter 我们可以通过trace 再来排查我们的可以抓到我们的一些请求 我们可以试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tracefilter 它打印出来这么多一个调用的路径 就是说我们这个请求经历经过了多少filter的处理 同时可以看到每个filter里面的耗时 我们可以拉大一点看 像这个它其实就很简单 counter就是当前这个filter 它处理这个接口它处理了几次 经历过经历过了几次 然后其中总共耗时是 是这么多 然后最多 最大的一次耗时是 是这么多 最少的一次耗时是这么多 它其实可以打印出每个节点的一个耗时 那我们可以抓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 我们自己实现的一个filter 比如userfilter 可以看到我们自己userfilter的处理的一个耗时 可以看到在我们userfilter中处理的耗时 基本上就是0.1 0.17毫秒左右 然后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些方法 通过了bm2可以找到最 gbm中filter的实力 通过trace可以排查filter的耗时 也可以看到请求会经过哪些filter的处理 我们下面来简单演示一下如何排查 用阿萨斯来排查web问题 我们可以先看 如何排查404的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 trace 当我们访问接口换一下 我们发现就是说报了一个404错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排查呢 其实可以通过trace我们的servlet接口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到 因为它东西比较多 我们可以打印到我们的 本件中 我们来调用一次 好,然后我们在可以在这边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 trace命令抓到了整条链路中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的请求方便经过哪些处理 hp servlet 然后再往下 frame framework servlet 然后处理我们的请求 然后这边是dispatch a servlet do service do service 然后get handler dispatch a servlet get handler 找对应的hander 可以看到这边 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就是把事件抛出来了 其实可以通过trace 我们可以 可以快速的定位 就是说 找到可疑的代码 然后我们可以定位 问题是出在哪里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就可以简单看到 是 是dispatch a servlet 找对应的一个仕途没有找到 然后相关同学可以回去试一下 然后同时就是说 最后在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trace命 来抓到整个调用链的一个情况 然后找相关的代码 就可以快速的定位 对应的问题 那我下面继续看 如何到我们访问 我们再试一下 到我们传的user参数 他传的并不是user id 传的是user的话 他抛出了一个是401的错误 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排场 其实我们可以打印 我们的401问题 我们知道基本上知道 他都是没有到我们的一个业务 他一般是select.felt来处理的 我们可以把对应的filter的请求 打印到我们的日志中 看到文件中 我们可以来排查 那我们再试一下 好 然后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这把所有的请求都给抓到了 然后我们直接找 抛出异常的地方是在哪里 其实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快速的定位问题 就是dofelter 我们可以看到 可疑的代码其实在这里 userlog.dofelter 这边其实是有一个三代 然后我们可以在 定位到相关的一个接口后 我们可以通过JD来看一下相关的原码 我们可以拉开 我们可以拉开 拉大来看一下 dofelter之后 然后是在 46行 sand arrow 我们可以看一下46行的原码 46行是在这边 其实可以快速的定位到 是这行抛出 抛出了一个401的问题 那我可以看一下这些原码 其实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参数拿不到user id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返回一个401错误 直接在felter中返回了 felter channel 流程并不会进行下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快速定位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请求 请求的参数不合法的问题导致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请求的是user 他并不是一个user id 当我们闯user id的时候 他是请求是处理正确的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 我们如何查看tomcat的一个应用的内存 以及内加载 以及现成的信息 tomcat提供了一个dashboard命令 我们可以 他是可以快速的 查看相关 应用的一个相关信息 的一个实施面板 这边 dashboard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 现成相关的信息 这边是内存相关的信息 这是运行时的信息 这是操作系统的信息 可以看到他是实时刷新的 然后分析消耗cpu的现成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thread命令来做 thread-i是时间间隔 如果是5000的话 他其实是抓最近5000的一个 最近5秒的一个 这个线程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抓了这么多 然后 如果我们要知道最耗时的一个线程的话 -n 如果-n是1的话 可以就抓到 这5秒内最耗cpu的一个线程 3我们再试一下 可以看到最耗cpu的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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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耗cpu的线程 最后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